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炳强说这六个人继续勾结外部势力 从事危害香港和国家安全活动 有需要采取行动 打击、阻嚇和防止这些潜逃行为 保安局局长行使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赋予的权力 向六名潜逃英国 涉嫌干犯危害国家安全罪行 自去年开始被通缉的男子 包括罗冠聪 蒙少达 刘祖迪 郑文杰 霍家智 蔡明达 借在宪布刊登公告 对这六名指明潜逃者施行措施 包括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90条 禁止提供资金等或处理资金等 第91条禁止与不动产相关的某些活动 第92条 与涉及有关潜逃者的合资企业或合伙相关的禁止 同第96条撤销特区护照等 另外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93条 对霍家智施以执业资格暂时吊销 根据第95条 对蒙少达 蔡明达 施以暂时白免董事职位 这六个指明的潜逃人士都是潜藏在英国 自从香港特区政府实施了香港的国安法 和定立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之后 英国的官员 政客 一些组织 一些媒体等等 都是以一些歪曲事实的方法 去抹黑我们特区政府 目的就是想破坏我们的法治 另外有关刚才所说的人士 也都在我们香港一些和国家安全有关的案件中 是试图影响我们审判的结果 这六个指明潜逃者 在英国是得到包庇 而继续勾结外部势力 是从事一些危害我们香港和国家安全的活动 邓兵强解释有需要採取指明潜逃者措施 以应对、打击、阻碍和防止潜逃行为 促使有关人士回港 接受法律和司法程序 他又提醒市民 不要和这六名人士有任何金钱财务瓜葛 除非得到保安局局长特許授权 否则直接或间接向有关潜逃者提供任何资金 其他财务资产或经济资源 处理属于或由有关潜逃者拥有 或控制的任何资金 或其他财务资产、经济资源等行为 职属犯罪 一径定罪可以判处七年监禁 至于其他潜逃通缩犯 邓兵强说会对他们不时检讨 有需要的时候会列为指明潜逃者 实施相关措施 香港电源记者刘景辉报导 有指明潜逃者在网上经营收费频道 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嘉华认为 如果给钱订阅这些收费频道 就好比资助他人在海外违法 犯罪意图属于非常明显 呼吁市民不要这样做 政府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向六名潜逃英国的被通缩人士施行措施 当中包括禁止提供资金等或处理资金等 潜逃者当中有人经营收费网上频道 给某民订阅收睇 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嘉华指昌 市民如果给钱订阅这类频道 好比以金钱资助他人在海外违法 犯罪意图属非常明显 如果你说其实我不用钱的 我这样按个小钟 当然这个不是直接的资助 但是大家其实你如果看YouTube 你都会清楚知道 你按个小钟 多人按的话 这个频道背后的人士 就可能会得到一些其他的经济的援助 或者是收到钱 那你都是间接帮助了他的 所以无论你是给钱订阅也好 或者只是按个小钟 我觉得都应该尽量是 小心点不要做 如果市民订阅了其他人士经营的网上频道 在不知情之下 中间包含或者插播了知名潜逃者的访问 或者评断 这样做是否属违反 汤嘉华说是否违反 视乎当时人有没有犯罪意图 政府的另一项措施 是撤销六名知名潜逃者的特区护照 曾经出任保安局局长 和入境处处长的叶刘淑仪说 这类人的特区护照一旦被撤销 入境处处长就不会重新签罢 特区护照和国籍是两回事 一个特区护照根本是特区政府的公民 通常一位人士 他是有中国国籍 还是永久居民 我们才发特区护照 如果是撤销了他的特区护照 他的国籍身份怎么处理呢 就是根据中国国籍法处理的 联合国有的条约是每个国家要承诺 要减少无国籍人士的 中国都签署了 如果他们潜逃的国家 是要履行这个公约 会给他机会加入当地的国籍 或者出一些临时证件给他们 叶刘淑仪认为 今次的措施相信是要宣示政府的立场 会依法向违法者采取行动 也阻吓将来可能干犯香港国安法的人士 表明潜逃需要承担后果 香港电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士罗冠聪等人 长期从事反中乱港活动 认为依据香港国安条例采取措施 是捍卫国家安全的正当必要之举 罗冠聪等人长期从事反中乱港活动 其恶劣行径 严重危害国家安全 严重损害香港根本利益 严重冲击一国两制底线 香港警方依据香港国安条例 对其采取措施 是维护香港法治 捍卫国家安全的正当必要之举 合情合理合法 我想重申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预 政府就香港大学校证风波成立调研小组 教育局局长蔡若年说 小组主要目的是釐清事实 和协助加强各方合作等 不会调查个别事件 主要的目的是去釐清的事实 和了解各方的问题或者关注 同时它的主要作用是第二 就是去协调沟通 协助各方互相配合 加强彼此的合作 所以主要的作用是会参考 现在本港或者国际大学 在运作管理上面一些良好做法 提供一些参与的意见去给大学去改善 还有就是教育会也都是会按我们那个大学问责协议的要求 去检视大学在这个遵守或者去履行在这个问责协议里面 有没有出现落差 所以这个是小组的目的 不存在就着某一些特别的事件去做这个调查报告 所以我们正如要回应这些目的 其实最重要是在沟通去了解事实 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就不是只在是写一个书面的报告 而是我们希望发挥实际的作用 第二是会不会是包括校长或者是校委会主席 会否是出席这个小组呢 那小组是会因应这个厘清事实 和去促进沟通协调是会通过书面去了解情况 又或者是约见相关的人士 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同聚焦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及应用的 港产独角兽公司私谋集团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 今次是港投公司 签署第一份战略合作协议 具有里程碑意义 期望可以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由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 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同港产独角兽私谋集团 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署议 由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见证 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致辞 他提到2022年 在首份施政报告公布 成立港投公司 透过密室投资机会 进一步促进产业和经济发展 今天签署第一份战略合作协议 具有里程碑意义 期望以投资驱动创科生态发展 将推进大模型创新 在大湾区更广泛应用 更将创立香港首个人工智能研究院 意义重大 我对港投公司 期望你们掌握前瞻策略 推动目标产业发展 推动业界扩阔业务网络 推动新责生产力发展 为香港的创科生态圈 注入更多创造力和活力 以投资助力高质量发展 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说 公司肩负助双重使命 包括透过投资争取合理回报 和推动更同勃的创科生态 私谋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贾佳亚就说 集团坚持立足香港 推动新型工业化 帮助香港产业加速升级 并以高科技升级香港制造 他说集团会在未来五年 增聘几百个香港员工 并会以港交所作为首选上市地 陈茂波在午餐会致辞时就说 今次两间公司的合作 是一个好的起点 我们正是全力加速培育 新质生产力 希望香港经济潮高质量发展 更希望这些发展可以为社会 为市民带来更好的被益 香港投资限公司和私谋的合作 是一个好的起点 为香港的创科事业 开创更亮丽的前景 港投公司未来几个月 会陆续有更多的战略合作伙伴的宣布 并且落实直接投资和共同投资的项目 私谋集团2019年在香港创立 是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独角兽企业之一 致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和应用 客户包括苹果、Tesla、比亚迪等大企业 国务院总理李强去年在广东考察时 其中一个调研行程就是私谋集团 香港电台记者黄斌南报道 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者邱安怡说 近日游客和本地零售市场表现不理想 形容零售业正是水深火热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就说 面对旅客和市民行为模式改变 零售业必须调整营运策略 才可以保持竞争力 政府统计处的数字显示 4月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按年跌超过14% 是2020年7月以来的最大跌幅 市道是否真的这么差呢 其实大家都水深火热 这段时间我想两方面 一方面是本地市场 也是因为北上消费或者外游这些情况 都是持续 其实我们看到本地市场的生意都下滑得很重要 对比上一年其实跌幅都是一个双位数的跌幅 游客那方面我想大家都知道 因为现在那个游客他本身来到香港 都是真是旅游为主 可能是吃啊玩啊 但是购物那方面就不是说一个很主力的一个 他们来到香港的一个目的 他出席香港零售高峰会时说 要加强跨业界合作 将食、玩、买、住多方面元素互相配合 发挥协同效应 出席峰会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丘应华就说 面对旅客和市民的喜好和行为模式有变化 零售业必须不断创新 调整营运策略才可以保持竞争力 零售企业必须加快在电子转型和升级步伐 充分利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无缝营销模式 为消费者打造一个更好的购物体业 为了帮助香港的企业在新营销售模式下保持竞争力 政府已经成立电子商贸发展专责小组 是推行政策支援企业进行电商业务 以拓展内地市场 他说政府有基金协助中小企发展电商 也会加强向他们提供相关资讯 香港电台记者梁家琪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 他强调要坚持以开放速创新 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也都要完善公司治理 培育更多世界一流企业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 星期二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 习近平强调 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 必须着眼于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加强党的领导 完善公司治理 推动企业建立健全产权清晰 权责明确 正企分开 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培育更多世界一流企业 稳定粮食生产 确保粮食安全 必须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 和地方找粮积极性 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 和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 提高政策精准性、实效性 要坚持以开放速创新 健全科技对外开放体制机制 完善面向全球创新体系 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达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保齐开放创新制度短板 会议指出 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 要尊重企业经营主体地位 坚持问题道向 根据企业规模、发展阶段 所有制性质等 分类施策、加强引导 要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 完善党领导国企的制度机制 推动国企严格落实责任 完善国企现代公司治理 加强对国有资本监督管理 要鼓励有条件的民营企业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完善发人治理结构 规范股东行为 强化内部监督 健全风险防范机制 提升内部管理水平 会议指出 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 科技创新开放环境 要坚持走出去 和引进来相结合 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努力构建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 要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 瞄准科研人员的现实关切 确保人才引进来 留得住、用得好 要不断健全科技安全制度 和风险防范机制 在开放环境中捉路安全底线 香港电台记者 叶瑶昆报导 先休息一会 下一节会报导 内地北方多处出现酷热天气 北京部分地区录得超过40度的高温 欢迎收看香港电台天气简报 我是天气主播AIDA 香港电台天气主播AIDA 无论晴天、阴天、下雨天 都会一日告诉你 初时离岸攻势清静 桂林有看下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 香港电台天气简报 逢星期一截 晚上7点 港台电视32 晚上7点半及8点半 港台电视31 回来新闻时间 近年越来越多港人和港资企业到前海尋找商机 前海管理局说 目前聚集的省市级创新企业主体当中 有三成依托港资企业 卡罗莱在七年前辞去在香港的市场推广工作 转去深圳一间生产360度全景相机的企业 她加入之后大约两年 公司就迁入前海 而她就一直在前海工作至到现在 前海这边其实有很多政策优惠 从个人来说的话 包括有税收的优惠 港人港税 可以在大湾区或者前海这边生活工作 就可以享受到可能跟香港差不多的税收 另外就是有生活的补贴 因为租房的补贴 另外如果你过来创业的话 前海这边其实她有很多资金的支持 包括你创业初创的资金 还有如果你租办公室 或者是招人才都会有相关的政策优惠 所以如果我是想出业的话 前海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余广通五年前在香港创立公司 生产工业级的昆虫蛋白 作为新型替代宠物和食品蛋白 她形容业务是跨界别整合多方面的技术 包括昆虫生物技术 自动化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 在香港难以找到合适的团队 所以我们由香港再回来前海 因为前海确实 基于整个大湾区 集合了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创业需要的几种元素 第一个是所有人才 第二个包括现在国家有很多政策 特别是针对我们广告青年 回来创业的支持政策 前海的这个融资生态都非常之好 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成立近十年 已经枯发出1195支创业团队 当中近六成的团队是来自本港 累计融资超过42亿元人民币 前海管理局方面认为 前海正是逐步成为国际人才港 前海管理局科技创新处副处长 范国良就指出 前海聚集的国家省市级的创新企业主体当中 有三成是依托港资企业 目前正是构建国际化 市场化和专业化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 包括联合香港建立平台 引进200多名海外人才 推动科研成果在前海转化 特区政府在2022年9月 与前海管理局联合发布的支持 前海深港风投创投 联动发展的18条措施 范国良认为 有助推动社会资本 投向创科和成果转换 香港电台记者 罗伟浩在深圳报道 港股年跌三个交易日 开始低开143点之后 跌幅扩大 最多跌328点 失手18000点关口 收市部17937点 跌238点 恒指从回四月底的水平 与上个月最高位19706点比较 回落了超过1700点 一连四日的香港国际旅游展 明天在会展开落 有大约500家参展商参与 有80% 是境外和海外参展商 大会预计 可以吸引超过7万人次入场 会展管理公司就说 今年头五个月 在会展举行的商贸展 加上已经吸引超过64万名 来自世界各地和本地的买家 当中上个月底举办的 Fine Expo Asia 就吸引过千个参展商参与 出席的买家和进口商人数 超过14000人 认为这些数字力正 香港作为国际展览树楼 和连接内地和世界市场的 主要门户地位 国家统计局公布 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岸年升0.3% 和4月相同 比市场预期差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指数 岸年升0.6% 今年头五个月的指数 岸年升0.1% 各类货品当中 食品价格在5月 岸年跌2% 比起4月收窄0.7% 非食品价格升0.8% 岸月回落0.1% 至于反映上游生产成本的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周岸年跌1.4% 跌幅比4月收窄1.1% 是15个月以来最少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 在俄罗斯夏洛夫哥罗德 出席金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外长对话会 金砖十国和泰国古巴等12个发展中国家交流 王毅说金砖家在金砖国家 面向广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对话平台 今次会面既是为了加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而来 也都要为世界百年变局提供南方答案 王毅说个别国家为维护单极霸权地位 狗杂盟友大搞单边制裁 高足保护主义壁壘 将经济金融手段工具化、武器化 他说要维护普遍安全、攜手应对挑战 要坚持发展优先 共同反对将经济问题犯政治化 也都要坚持公平正义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坚持和捍卫真正的多边主义 王毅说中方支持金砖闯开大门谋发展 障害怀抱蓄合作 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加入金砖大家庭 国家男子足球队星期二晚作客南韩 踢世界杯亚洲区外围赛分组赛最后一场赛事 南韩多名外流主将 包括队长孙兴敏等正选上阵 但国足半场保持不失手和 去到下半场61分钟 才被后历巴黎圣日耳门的李刚仁射入 最后输0比1 但因为同组的泰国 在主场只能够赢新加坡3比1 得色球差和国足一样 国足凭着交界队赛成绩 晋身下阶段18强赛 至于港队最后一场分组赛 着客土富慢踢成0比0 以六战得2分 小组排第四完成今届赛事 内地北方多处出现酷热天气 北京部分地区录得超过40度的高温 预料高温天气会持续到星期五 巨型风扇出动洒水消暑 内地北方近日遭受高温炙烤 北京局部地区气温高达摄氏40度以上 山东当局也要出动洒水车降温 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说河北中部 山东西北部 河南中北部部分地区 气温可以高达40度42度 过去三天连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的 河南省气象台今早就升级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说洛阳北部 郑州 开丰等 最高气温将会升到40度以上 预计星期四情况也一样 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接近或者突破6月极直 中央气象台预计 北方这场大范围高温天气将会持续到星期五 高温范围或者会进一步扩大 提醒公众多补充水分 高温也带来强对流天气 北京大部分地区星期二 一度出现雷震雨和冰雹 至于华南 江南 云南和贵州等 未来三天预计将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 福建西 北部 广东北部等地 预计降雨量会有100到200毫米 浙江 福建 江西三省交界处 局部地区可以达到250至400毫米 香港电台记者 邱家威报导 美国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被控非法持有 枪械等控罪罪名成立 法庭未定判刑日期 拜登说接受裁决结果会尊重司法程序 54岁的亨特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联邦法院听裁决 三项控罪都涉及他在2018年购买一支手枪的时候 填写联邦背景审查表格隐瞒当时正是吸毒 以及作为吸毒者非法持有枪械11日 12人陪审团退庭商议大约3个小时之后 塞定全部罪名成立 最高可以判囚25年罚款75万美元 但由于初犯外界估计不会判处最高刑罚 法官未有定出判刑日期 但一般会在裁决后120天内判刑 亨特的爸爸美国总统拜登没有到庭 但他弟弟和亨特的太太都有去听裁决 亨特和他的继母第一夫人吉尔 以及妻子一起离开法院 这次是美国史上第一次有在任总统的子女被定罪 亨特透过声明说对裁决结果感到失望 但控方就认为亨特必须为他的行为负责 一定要责任这个划务 这个判刑是最重要的 判刑是击责任的判刑 无法转达案 这应该刑的刑剧 拜登同日在華盛頓一場防止槍械暴力的峰會上致詞 未有提及兒子聚成 之後飛到威爾明頓和亨特以及家人見面 他在聲明中說接受裁決結果 並在亨特考慮上訴的過程中繼續尊重司法程序 他早前曾表明就算亨特被判有罪都不會特赦他 香港電台記者 邱家威報導